旅计超过30年的台裔阿根廷牧师刘宝罗24号率阿根廷以及多国牧者 共同来到了花莲多处灾区进行祷告祈福 并且在上午拜会了花莲县政府 由花莲县长许正蔚、副县长严信长接见 祈祷花莲陷进平安万象复苏 现在许正表示感谢来自南美洲的牧者远道而来为花莲祈福 0403的大地震至今仍持续发生千亿个余震 幸福与各界攜手同心面对挑战 继续协助乡亲重建以及修缮 并且持续与各界接洽寻求更多的帮助 让重建之路继续大步向前 花莲县长美好 希望传教团队能够为花莲宣教 欢迎大家持续来花莲销费以及旅游 虽然0403以及这个0423这几次的 0403的七点三级的大地震 到0423能这么超过百次 到目前为止二十几天来 已经超过了千次的一些比赛 但是我们就有经历的信仰 我们依旧非常感谢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上帝 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幸福 还有最大的互相的支持 我想到目前所有专家学者都已经说 这块土地已经遭受到二十颗的原子弹 照在这里 但是发明点就很好 我们依旧手牲手一直努力的往前走 信仰团队表示 感谢幸福的温暖接待 看到好上好水的花莲 身为传教者 必须把神的福音传到花莲 希望就有圣经传达神的旨意 相信花莲会如同云冬中的小草 对抗寒冷迎接春天 记得请问欢迎观众